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意思意思就好了啦 那你还算孝顺不是啃老猪 不过你有问你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 或是说你人生的理财规划做过打算吗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遥远 是吗 不过我相信我们的财经专家 一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见解 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四位来宾好不好 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政治大学的彭敬虹老师 主持人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是淡江大学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民团大学的 绍艾如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四位呢是我们的财经专家 黄世聪总监 主持人好 各位好 好 提早为这个银法族的生活 做理财规划到底有多重要呢 先来看一段VCR吧 哎呀 国家真好啊 是 特别年纪了 好累啊 玩这一趟 哇 好累好累啊 有元气啦 哎呀 妈妈你们回来了 好不好玩 当然啦 好玩 当然好玩 我现在是无事一身心 跟着你妈到处走走看看 怎么会不好呢 你别提你老妈在那边瞎扯啊 看看老妈买给你的特别的礼物 哇 好棒啊 谢谢妈妈 再疼我了 去哪里都不忘了帮我买礼物 当然哦 哎哎哎哎哎 宝贝女儿啦 你老妈 买礼物给你 但是金竹可是你老怕我哎 哦 是是是是是 要不要谢谢我一下吧 哎呦 亲爱的妈咪 sorry 谢谢你啦 这么疼我 哎 这位先生啊 你的对冲生活怎么这么的精彩 这个嘛 这个啊 就得谢谢你妈了 多亏她啊 精打细帅 懂得啊 去买这个年金 哎哎哎 对了 老板哎 说到这个年金 哎 今天都起好了 这个月该入账了吧 哎 是哦 是该入账咧 哎 我等等去刷布子瞧瞧 嗯 好 好 不用刷布子啦 我生活帮你们看就好了 嗯 上网哎 现在网络银行很方便 哎 要不然到银行排队还要排半天呢 是啊 对呀 刺刀牌也累得要死 有吗 爸爸的账户 有耶 昨天有一笔钱入账 那就对了 还好 还好 生活费进来了 老爸 待会儿我们去大卖场补科 好啊 我要去 你这个大小姐 吃外面都吃习惯 爸妈不在家 你自己也不会学得主啊 工作平常已经这么累了 睡觉都没时间 你不在我还要 对了 爸爸 你刚刚说那个年金 是不是就是退休金 退休金 不是 退休金啊 是用来应付生病 或者是复发状况 还有帮你办喜事 我说的是年金保险 年金保险啊 是啊 我们啊 就你一个宝贝女儿 不想让你负担太重 所以很早呢 就一点一滴的存下来 女儿啊 这个年金保险啊 真的很重要 我跟你说啊 哇 真的不错耶 要是我老了之后 也可以这样游山玩水 生活应该还蛮惬意的 是啊 就是我刚刚问你啊 有没有做好退休规划 准备的主要原因啊 对啊 所以说做好退休规划准备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像沐华哥 我最近看过一个报道 说因为台湾少子化的因素 未来台湾的年轻人 抚养老人家负担会越来越重耶 对啊 所以上一集我们讨论的是 长照保险 这一集我们要讨论的是 关键中的关键的年金保险 就是有关退休规划的部分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现在已经变成 社会大家越来越重视的议题 而且持续啊 会变成是 我们必须要关注的议题 主要原因是因为 未来十年二十年后啊 台湾非常有可能 会是三个年前 照顾七个老人的情况 哇塞 所以负担太重了吧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你先负担如此之重 怎么样再做退休规划呢 我们这边要请教彭老师了 那个主持人说的没错 以前总是说养儿可以防老 但是现在大家通常在讲是 养老必须防儿 那我想说 颠倒过来 对对对 如果现在年轻人呢 基本上要负担 那自己的基本生活 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我看大概要透过这个年轻人来照顾老人家 的确比较辛苦 因此呢 我们的退休啊 是需要好好规划的 所谓的退休规划呢 就是说趁我们现在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呢 在有收入的时候呢 一点一滴的把我们过去所多余的这些 这些那个预算呢 累积下来 作为我们未来没有工作 或没有收入的时候呢 来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那我想说 最好是每个月 能按照我们的生活步调呢 能够自动汇到我们的户头 然后变成我们的养老金 那我想这个 这样的需要呢 刚好年金保险呢 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功能 以我们现在最常见的 所谓的地研年金保险来看的话 你可以在年轻的时候 也就是在所谓的累积期的时候 先缴清你所有的年金保费 然后呢 在清长期 也就是开始领年金的时候呢 保险公司呢 就会按照当初的约定 按月或是按一定的期间 把钱汇到你的户头 因为全世界都面临到老年化的这个趋势啊 特别是世界一些各先进 已开发的国家 对这些有关退休 养老或年金保险的 都非常非常重视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问说 那如果说我去定存 可不可以一样达到这个功能呢 当然也有人会去建议说 你的定存可以产生投资报酬 那也许也可以作为一个养老金 不过也有很多专家会告诉您说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替代 比如说你可以买房子啦 收租啦 或是股票基金债券等 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必须提醒各位观众 就是年金保险它是一个保险 既然是个保险呢 它具有很特殊的保障功能 这是其他各式各样的投资工具 是没办法复制的 而且尤其我们面对 所谓越来越严重的长寿风险的话 年金保险还是有它一定的必要性 再来一个很重要就是 保险它具有强制储蓄的功能 如果说你平常没有去买个保险的话 很有可能钱就不小心就把它花掉了 到老的时候呢真的会有不够用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边也提醒各位观众 就是买年金保险的重点 其实不在于是赚多或赚少 而是你要想想看你未来 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安稳的 而且确定的退休生活 我想大概是大家可以来注意的 真的就像彭教授刚才讲的 其实外国很流行这个年金险 因为他们把它当作是退休的工具 没错 可是台湾呢很少人买 最主要是因为大家可能 观念还不了解 到底什么是年金险 大家都还不了解 所以请郝教授跟我们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年金险 好 主持人我想一般人 大部分大概比较了解的是死亡保险 所谓的受险 受险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主要就是 如果人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往生了 那可能针对他身边的人 要一笔钱来照顾 那至于年金险 它的概念跟受险不大一样 年金险其实是你年轻的时候 努力工作 然后准备一笔钱 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 就像刚刚彭老师讲 总是希望说 我如果活得越久 是不是银行账户里面 就持续不断 有钱汇给我 那这个就是 你把钱先累积到保险公司身上 是 然后保险公司等到你需要的时候 再把钱汇给你 那至于说年金险 你要来累积这个资产 我们大概有几种办法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般来讲 如果你是比较保守的人 是比较保守的人 保险公司给你的就叫做 传统的固定利率 那固定利率的这个部分当中 就是它可以固定给你报酬 那当然 这个固定报酬好处就是 如果碰到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你就不用担心 会有那个下跌的问题 是保本的 保本的 但如果你觉得 保险公司给你利率太低了 那保险公司就设计另外一种 叫做利率变动型的年金 这个利率变动型年金呢 原则上来讲就是 它是跟着银行定存利率在跑的 那目前我想大家理解到 市场利率太低 那有可能会升息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又觉得说你怕投资失利 但是又希望有一定的一个报酬的话 那你就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商品 那至于如果有一些观众朋友呢 自觉得投资呢 它的这个掌握性不错 然后报酬获利能力也不错 那你就可以呢 购买叫做投资型的保单 叫便额年金 那便额年金基本上就是说呢 你今天把钱放到保险公司那里 那保险公司提供很多基金的商品 那你就做基金商品的组合 那这些基金商品组合 未来报酬率好的时候 你的所获得的这个资金就会比较多 那未来你可以累积的资金 就会相对的比较多 那这就是所谓的投资型的保单 那原则上在市场上 那我们看到大概都是这三类的一个年金的商品 所以年金保险还真的蛮多种类的 有固定保本的还有利变型的 还有呢可能从100万会变成20万的 这种投资型的年金型保险 但是也可以变一倍啊 对啊当然他也有可能从100万变成200万对不对 所以有一句广告词说活得越久 领得越久我想问一下我们总监 黄总监 是不是真的每个人都适合去购买这个年金险 另外呢我听业务员说 因为我们这年金险它是分期给付 它的分期给付的金额是可以免税是真的吗 对我们看到年金险的话 其实有几个优点了 包括说它可以强迫储蓄 所以的话我们看到前一阵子非常多的诈骗 或是被不当挪用的状况 其实会减少非常非常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其实本身有具有非常多优点 包括说是免体检 那这个投保的手续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相对而言 它的这个包括它的手续费 或是它佣金其实都比较低 那这其实可以供大家这个参考 那至于说你刚才提到这个税额这个部分 根据我们的这个所得基本税额条例的第12条 第一项跟第二款的这个规定 它说受益人跟药物保人是不同的状况之下 包括说你受险你活着就可以领到这个 其满金跟还本金或是你每一起领到的这个年金的险 甚至是说因为这个事故死亡之后 你受险或是说年金险领到的钱 超过3000万的部分的话 可能就要纳入所谓最低税付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旦是受益人跟药物保人是不同的状况之下 你一年之内领到所有的这个保险的给付金额 超过3000万的话 它就要纳入所谓最低税付 依所得税来科增 这是可能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税额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都会讲到说 我这个投保这个年金险之后 万一我临时有急用 我想要解约的时候怎么办 事实上解约你就要知道说 解约你中间就要负担一些相对的成本 而且你就不能够拿回你所有保险的这个金额 这是你要留意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你开始领所谓的年金的之后 你就不能解约了 或者是说你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要 也不能做所谓相关的这个保险贷款的这个部分 这可能都要留意 那最后再提供大家一个数据 大家考量说要不要保这个年金险的时候 我们这个国发委员会他有提供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退休之后的这个所得替代率 最适的替代率 他提供一个70%的这个替代率供大家参考 那我们目前国务人一般来说的话 其实包括我们这个劳退 劳保这些 可能高过70%的其实并不多 所以在这个70%的这个保障之下 你自己本身需不需要这所谓的年金险 其实就非常非常清楚 尤其是说你如果不想为了应该老年的时候 为了钱那边来回的奔波 甚至说过年的时候我要包个红包给我的孙子 都要烦恼的时候 或许年金险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一个保险的这个项目 对啊 像我们有时候也要包红包给小朋友 所以像爷爷奶奶包红包给孙子孙女 都很正常 对啊 所以我想问一下 问一下郝教授 我们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所谓的医疗险 失能险 它是可以取代我们的年金险吗 我觉得其实观众朋友在做保险的规划的时候 真的要注意到你自己的需求的问题 每一个商品的需求点是不一样 那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医疗险 医疗险的需求点是万一发生医疗事故 你的费用的部分 好 那这是在保障这一块 那失能是万一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 那如果说卧病在床 这时候需要一笔钱来做一个生活费用 那你今天在做年金的时候呢 恐怕是年纪大的时候 你没有工作能力了 那这时候呢 你需要一笔钱来 包括刚才主持人谈到 你要包个红包 要不然你面子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各个险种 这个时候你的规划是有不同层次的 绝对不能说 你有了这个以后来取代那个 因为是不一样的 因为橘子跟苹果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要有整体的规划 那规划当中呢 还要考虑到 你现在有多少的财力 你愿意承受的风险会有多少 那这些都要纳入到整体的考虑 然后你再做保险的规划 是 有关这个问题是 我们也听一下邵老师的意见 有关失能险 或是医疗险跟年金险 那民众一般在做保险配置的时候 他应该怎么样去综合考量呢 刚才郝教授已经做了个说明了 事实上就是说 这个商业保险公司 它设计这么多不同的保单 医疗险 失能险 年金险 我想它的设计的目的就是 有不同的保险性的需求 做这样的规划 所以如果你遇到重大疾病 或者是住院 你有医疗支出 那当然我们就是用医疗险 来cover这方面的损失 是的 如果你有遇到一个失能的状况 造成收入中断 那我们就透过失能险 来做这个所得的补偿 是吧 是 那年金险的话 刚才我们彭教授也提到 它事实上是我们对抗 长寿风险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它事实上呢 也算是我们的金融工具中的一个 所以基本上来说呢 它应该是我们在做这个资产规划 资产配置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国外也有很多研究指出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把它资产规划之中 有一个部分的资金拿来购买年金险的话 通常它对退休之后 那个经济安全的满意度啊 是会提高的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 它的重点就是年金险它的重点 并不再说我们是做资产累积 这么样的一个强调它的功能 倒不是 而是说我们强调是说 当你真的遇到就是说 你的余命真的比你预期的 长得很多很多的时候 那它保障你就是说 这种你预期到的 这种生活上 一个基本的收入的一个保障 它帮你把这个风险移除掉 那当然市面上现在 刚才郝教授也提到 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年金商品 那它有不同的需求 譬如说我们有集齐年金 那集齐年金的话 就是你小利比保费之后呢 它隔年就开始年金化 然后做这个年金的给付 那当然这个就很适合 就是说即将要退休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就很适合做集齐年金的规划 那当然刚才郝教授也提到 就是有利变形年金 还有变额年金 那通常这两个年金呢 它就是有一个累积期间嘛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累积期间 通常你累积期间越久 那到时候年金化的时候 累积的账户的价值就越高 所以呢就是说它适合 就是说可能二三十岁 那开始为自己的退休做规划的时候 它有余钱那它就可以 这个购买这个利变形年金 或者是变额年金 所以年金保险 我刚刚学到一句话很重要 对抗长寿风险的最好工具 现在大家怕的是活太久 对不对 真的可是你要做哪一种的风险规划 要做通盘的考量 对不对 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在上一段节目中啊 我们已经透过四位专家的说法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年金险的轮廓 不过真的要在投保的时候啊 恐怕还有很多因素要去了解吧 对啊 我也想知道 这个怎么样去规划年金险 不过在请教我们的四位专家学者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则报导咯 晚上八点多 下雨的夜晚 47岁的鸿姓男子 用轮椅推着88岁的老妈妈 到派出所夺雨 母子俩坐在休息区 神情落寞不发抑郁 在那个休息区里面 好像有信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主动上前观金 远景上前询问 才知道老妇人有四个孩子 其中两名子女 为了争夺3500元的老人年金闹翻 把妈妈当成人球赶出去 大儿子打零工为生 无力照顾 晚上冒雨推着妈妈 要到大姐家投靠 只住他500块的车子 起初那个男子 还不愿意接受我们警方的好意 看他还蛮感动的 然后也有落泪的 远景看了鼻酸 不仅掏腰包协助 还帮母子俩叫计程车 为了钱遗弃母亲 让老太太心灰意冷 还好有远景帮忙 让她感受到一丝温暖 记者蓝志怡 小玉叶台中报道 清晨冷冷大街上 一位白髮老先生坐在小推车上 右脚推动自己都要退走 机车在他身边呼啸而过 真的好危险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 上前把老先生推到定位 原来他每天都在这里乞讨 老先生说凌晨三点就出来了 想多脚底钱一点也很酷 这话让一旁民众听不下去 赶快说儿子没有那么坏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老先生那么辛苦 从早逃到晚 都是为了要给31岁 没有工作的养子 以卖人的生活费 银居说老先生一个月 4200元的老人年金 根本不够用 好手好脚的儿子 还忍心让老爸爸 这样坐在街头 淘钱养自己 谁看得下去 就连这台推车也是大家 看到老先生行动不便 没钱买轮椅才送给他用 其实老先生的状况 社会局派出所都知道 劝过多次也没有用 只希望儿子能担起责任 别让年迈的老人家 为了爱子心切 这样在街头忍受冷风吹 记者胡佛山黄冲桂高雄报导 因为刚才那个新闻看得 真的令人有点心酸 但新闻里面共同都提到老人年金 但是只有4000块 一个人用都不够了 怎么样两个人用 对啊我想以前有个观念 说是养儿防老 可是我们刚才看那个新闻 他不止没有去养爸爸 反而反过来去跟爸爸要钱 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好 我想问一下郝教授 就是说我们年金险 是在规划我们退休的生活 但是我们现在市面上 好多年金险的产品 到底要怎么买会比较好 我觉得刚才已经谈到 年金保险基本的概念 但是事实上你在购买的时候 还要想到自己 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这里面有好几件事情 包括你现在有的 其他的社会保险有哪一些 你的未来年金的缺口在哪里 那你才知道你大概 要买多少的额度 是 接下来你的风险忍受度 这就跟商品有关了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那可能你就不要碰 那个什么投资型保单 那如果说呢 你今天风险成熟度比较大 你买个投资型保单 那是OK的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 你可能预期未来平均一命多少 这都要考量 但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呢 你还要考虑到 你今天去购买的这张年金保单 你的保险公司安不安全 那这个地方 对 这个很重要 那下面呢 我们要谈到就是说 你今天买这个年金保险当中 你的保单的相关内容 当然很多人会讲说 这保单条款呢 这很难念的 但是呢 毕竟这事关自己 未来的一个规划 你也注意一下 把这些重要的条款 去做一个理解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买 投资型保单 那可能连接一些投资的标的 那这些投资标的当中呢 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 帮你定期做检视 有没有所谓的停利停损 那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这个部分 那也会影响到你要不要去购买 那有些保险公司 会提供很多售后的服务 那保单相关售后服务 甚至不定期会叮咛你说呢 可能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都是在 购买这个年金保单的时候呢 都要考虑到的 所以说呢 可以竖起你的耳朵 多听听你的亲朋好友 相关的保险公司啦 还有他的商品啦 还有他的商与啦 这都对你提供 购买这些保单会有帮助的 那我们常讲说 房贷利率会变动啊 那我们买保单的利率 是不是会变动 年金保险 是不是也有所谓的 利便型保单 那这个是不是 请邦老师来告诉我们 好的 刚刚几位老师呢 也都提到就是 有所谓的利便型年金保险 那利率这件事情 对保险商品的费率计算呢 非常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啊 你在不同的利率情况之下 你买到的利便年金呢 它的保费呢 会是不一样 特别是在我们最近几年 利率波动很大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 不管是保险公司 或是客户买 买这个 假设买一个固定利率的保单 对他来讲 都是有风险的 怎么说呢 比如就以保险公司来看 当利率调降的时候 他给客户的保证利率 会高过他所投资 所能产生的报酬 他就会产生所谓的利差损的风险 那当利率往上走的时候呢 保险的那个保护呢 他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以前买的保费会比较贵 现在买的保险呢 会比较便宜 他就觉得不划算 解约了 他可能去解约 这个解约对客户不好 而且对保险公司 也不见得是个好事 就是因为这个两难呢 所以保险公司呢 就特别设计了一个 根据利率而浮动的 这样的一个保险 这样的话以解决 双方所面临到的一个风险 那这个就是我们常看到的 利便型年金 当然这个利便型年金呢 现在常常也变成大家 一个投资的工具 因为为什么呢 当我今天买的一个是 我刚开始买的时候 这个预定利率 假设是在一定的水准 当我保险公司呢 会根据他实际的投资报酬 以及市场的竞争状况 他会定期的宣告个利率 当这个利率高过你的 原来的预定利率的时候 你就觉得有增值的感觉 就好像有赚到 所以利率越高 所缴的保费 在利便型保单上面 它就越低了 其实站在我的立场 我想说如果我要投资一个保单 我想说它的利率 手续费 会不会吃掉我所缴的保费 所以我要问一下 对 我要问一下邵教授 是不是有哪些 每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所以一般我们购买这个年金险保单的时候 那有三种费用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那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它的一些附加费用啊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解约费啊 或者是说它的保单贷款的利率啦等等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它的附加费用率 那一般而言呢就是说保护缴的这个保费之后呢 那保险公司会按照它的附加费用率 然后扣除一笔这个保险公司 用来支付行政管理啦 或者是业务人员佣金啦等等的费用 然后再把这个钱去做这个资产的累积 那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它的这个附加费用率的高低 那以这个利变形联金来说的话 那市场上有时候它的这个附加费用率 它把它免除 可是就是说保护也要注意一下 通常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保险公司它在宣告利率上 可能会比同业商为来的低一点 那毕竟是那个羊毛粗在羊身上 一项换一项 对对对对 所以有第一个这个是附加费用率 第二个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它的解约费用 那我们刚才这个总监有提到就是说 在保单的这个累积期间是可以解约的 但是过了这个开始那个给付的期间的时候 就不能解约 所以这个解约费用呢就是在这个保单的累积期间 保费的累积期间 那通常这个这个解约的费用 它会随着保单年度的增长 那解约费用率呢就逐年的下降 所以到了几年之后那个解约费用率就消失了 所以当我们要进行保单解约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到你现在保单是第几年 那这个费用率大概有多高 那这个是假设你把保单完全解约 那保单就停效失效的状况之下 那有些保险公司是允许保护做这个部分的解约的 那做这个部分的解约的时候 你就是把你好像这个保单所累积的这个保价金 就先提领出去了 那在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同样也要注意到就是说 你这个部分解约是发生在保单的第几年 那它同样要apply到这个解约的费用率 那同时保护可能要注意就是说 你这个保单部分解约的越多 代表就是说你这个保单在累积的这个价金呢 就逐渐的减少了 所以未来你年轻化可以领取的钱 就相对减少很多这样 那这是第二种它可能相关的费用 第三种的话就是说 如果说保护今天它只是暂时的资金需求 那它不需要把保单做解约的动作 那它就可以办理保单贷款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就是说 保单的贷款率它charge的这个高低 那基本上来说大概就会有这一些 是我们购买年金险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些相关收取的费用 对我想说一般老人家 他可能比较在意就是说 到时候如果他请了看护 我们年金险 对可不可以去支付这方面的费用 对这个肯要问一下侍从 就是有关年金保险 我们缴进去的保费 如何缴法也跟我们怎么样领回 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对一般的话这个年金险有两种缴费的方式 一种就是奋售 一种是分期缴 那奋售的话 顾名思义就是一次把它缴清 比如说我要缴多少钱 我一次把它缴清 那分期的话就包括说 以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可以以月息月缴的方式 或是计缴的方式 甚至年缴的方式 那现在其实很多保险公司 也推出所谓的不定期的弹性的费率 让你不定期的去缴款 所以但是你要注意到 所谓短缴跟所谓分期缴 它两个是有不一样的 虽然说金额可能相当 但是你未来可以领回的年金 可能会不一样 那我们为了要让大家方便的清楚 我们用银行利息的方式 来跟大家解释的比较清楚 假设我要缴一个100年的 这个100万这个费用 我一次缴100万 那这个要缴35年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每一年缴3万块 那要缴35年这样来算 你看如果你一次把它缴清的话 这个100万 你一共可以领到 约35年的利息左右的这个状况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每一年都缴3万 缴3万缴3万的状况 你只有第一次的缴35 第一笔的这个费用 可以领到35年的利息 最后一笔的话 缴了35期之后 最后一笔的3万块 你可能只能领到一起的这个利息 所以以这样来算的话 当然 短缴的这个所谓 相关未来的 你可以领回的本利盒 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你未来可以领的年金 当然也就是比分期缴 要稍微高一点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再领回的方式的话 也其实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集期年金 一种叫做帝延的这个年金 集期年金的意思就是说 我缴了保费之后 我就开始领回来 这个相关未来这个年金的方式 就是刚刚邵老师讲的 很适合即将要退休的人 对 没有错 那另外帝延年金就是说 我缴了保费之后 我可能跟保险公司约定 在几年之后 开始这个领取这个保险金的 比如说假设 我30岁缴到50岁 我跟保险公司约定说 65岁才开始领回 这就是一种未来的帝延年金的这个效果 那不管这个所谓的帝延年金 或是集期年金啊 保险公司就会给你保证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保险金我到底要给付给你几年 可能譬如说是10年 15年 甚至是20年 这相关的这个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会给你保证说 你最低可以拿回多少这个保险的金额 那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说我投保了一个这个商品 那这个条件是65岁 那我65岁开始领 那我每年可以领30万 一共是领10年 所以我这个保险的受益人 我可以从65岁开始领 领到74岁 每年都可以领回30万块 但是你要留意的就是说 万一我在这个中间不幸的申雇的时候 那这个剩下的 假设我领了7年之后 剩下3年 那3年的话 我保险公司还会把它付给所谓的 他们这个家属 会持续再给付到额满为止 那当然10年之后 这个这个约就 形同是中值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要注意到 就是说 你在未来在领取这个年限的时候 如果你要的这个保险的这个 你要领回的年限是越长的时候 你可能你要缴的这个费用会是越高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也可以选择说 我不要分歧脚 我可以一次把它领回来 这都是可以选择的 哇真的是同样是买保单 但是怎么缴费 就是很重大的学问 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我们马上回来 现在时下很多年金保险的广告里面 都强调说报酬率到底可不可信 那这件事情呢 我们等会请四位专家来分析 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PCR 随着风浪保持身体的平衡 需要高度的专注力还有体力 银把族玩冲浪 对身心好处多多 画面上这位先生看起来像是六十几岁 但是您知道吗 其实他已经八十二岁 五十多岁的时候 罹患坐骨神经痛 当时连站都站不直 因为住在海边的关系 他先从水中漫步开始 就当作是附件 后来进阶到玩冲浪 一玩就是三十年 不但治好了坐骨神经痛 体重也掉了十公斤 整个人就像是烦老盘童一样 一听说冲浪有回春的效果之后 越来越多引法族到海边报到 这六位冲浪客 年纪加起来快四百岁了 最年长的这一位 已经有七十岁 人生七十才开始 这时候学冲浪 不是要耍帅找刺激 而是夏季运动健身的 另一种选择 记者 江编译 来到重泽沙汉 百渡大闹重重打在身上 但这些阿公阿嬷 早就准备好 有的人先走一步 坐上独木舟拼命滑 不过有的队伍滑到一半 无许大闹就来搅局 翻了船把大家弄得东倒西歪 所以我就力气了 没有唱到 就还比较没那么多 原来他们都是一群不老水手 最年长的还有八十次打工 但浪越大 他们越要往水里冲 主要就是希望长辈 他们可以亲近海洋 不要害怕海 那有很多长辈 其实是不敢游泳的 他们经过这四天的培训下来 今天已经非常的勇敢 刚刚甚至有的 可能有吃到水 他们都不会怕 背了四面 十六位阿公阿嬷 终于能在海上滑独木舟 成就感十足 也证明他们的活力 一点都不输年轻人 姐张英君欢联报道 哇 我觉得好酷喔 如果人生活到七八十岁 还可以去冲浪啦滑独木舟 我觉得真的是不枉此生 除了身体好 要有体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还有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对 钱很重要 所以我在想 就是说我们到底 要怎么样去规划 我们的退休金 还有从什么时候开始规划 会比较好 就是说我们的退休准备期 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彭教授 过去吧 我们都觉得 就是说 说别人长命百岁 是一种赞美的 但是各位都知道 随着医疗的进步 还有过度长寿 如果你没有充分的准备 反而是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谈到的 所谓的长寿风险 所以对每个人来说 怎么检视你的 这个未来的退休生活 是变成每个应该都要有的必修的一个学分 那我想说基本上 我们在购买年金保险 跟我们过去传统买寿险不太一样 过去我们投保寿险的时候呢 他们都非常在意你的年纪啦 或是你的身体状况 但是年金险他在意的说 你是不是活得太长这件事情 所以他不太在意你的身体健康的状况以及年纪 所以基本上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来决定 来看看你是不是应该来投保 而且很多保险公司提供投保的年限可以到80岁 所以说这个对很多的不同的阶段 都可以来开始规划 但是呢我们看不同的年金产品呢 的确他会提供不一样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很多有关 所谓的保障利率的集齐年金啦 还有强调保本啦 还有所谓的投资的利变型 以及非常非常着重投资报酬的 所谓的变额型年金保险来看的话 我们这边提供几个基本的概念 假设你现在大概是一个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即将要退休的人 你手楼上刚好有一笔钱 我在猜这时候你可能选择 是集齐年金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虽然收益已经是固定的 但风险也最低 那那个保本也是最好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距离退休 还有大概10到15年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就是购买 比如说像利变型年金 虽然他的报酬是跟着利率来波动 那但是呢他会 他具有所谓抗通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还很年轻 比如说距离这个退休大概有20年以上 这个比较长期的话 其实不妨给自己承担一点点的风险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选择所谓的便额年金 这样的话在未来这个长时间 有比较足够的时间去吸收你的风险 说不定有更有机会 可以累积到更足够的退休金 我想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不过我们选择这个年金还是以保障为主 但是如果你选择是所谓的便额年金的话 那你可能还是要注重自己的风险 那既然选择年金是以保障为主 那我这边要请教世聪 就是说我们如果一般购买或是投保 这我们保本型的年金的时候 我们该注意些什么事情呢 对我们都知道 投资有一个市场有个名言 就是天下没有白痴的无产 既然说这个保本型的话就是要保本嘛 所以它当然就负担更多 所谓的这个避险的成本 那因为你负担了过多避险成本的关系 你虽然提供了你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下档具有一个支撑的这个作用 但是反过来来说 等到你遇到这个大多头的时候 这个账户累积的输入也都会比较慢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你在投资这个所谓的 保本型的商品之后你要注意到的状况 不过一般而言 我们在规划这个所谓的这个年金的需求的时候 应该是越早越好 你就及早的规划 不过也是要量力而已 要试你自己的这个 所有的相关的需求来看 我们看到说最近的这些状况里面 不是现在越来越多人 在买所谓的力变形的这个年金鞋 我们以往都以为说好像是老年人会买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在买 尤其有一些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都开始买 那为什么会开始会买这个商品呢 主要就是说 因为这个商品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商品 大家都很容易了解这个商品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比较简单易懂 所以变成是说 虽然你未来可能领回来这个本利盒 就是年金的这个部分 可能会比你自己投资股票 甚至你可能来投资资金都 基金都还要更低 但是我觉得就变成是这样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状况 那不过有一点还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年金鞋里面 它其实不涵盖所谓的受险 跟所谓的医疗保险这两部分 所以你在完整你的这个退休规划中间 除了你的这个年金鞋之外 你的受险 或者说你的这个医疗险 你也从此要把它考量在内 也要一并来规划之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受险跟所谓的年金鞋 在所谓的税务方面 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假如我们举个例子 受险的时候 假设你发生所谓的保险的事故 而且要给付给受益人的时候 你这个给付金额 是可以不用纳入所谓的 遗产税的这个范围里面去给付的 但是如果是说你年金鞋 是在累积你的账户的同时 这所谓万一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 你要保人跟被保险人 是同一个人的时候 那么这个账户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保护的这个价值 就必须要纳入被保险人的这个 遗产税去一并来科增 这可能是税务方面 你要注意到的一个状况 今天是从在节目中 特别把我们提醒了很多有关 年金保险税务的问题 我们这边先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社会 已经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 所以我们金管会之前 通过一项政策 就是开放可以让这个 所谓的受险的这个保单 转换成为我们这个年金鞋的商品 邵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政策呢 是这个金管会 日前已经被查完成了嘛 就是那个受险工会所提出来的 这个保单转换的这个自律规范 所以这就意味着就是说 只要保险公司它完成 它内部的一些系统作业 那保护呢 手上如果持有这个非投资型的受险保单 那它就可以这个到保险公司里 选择它转换成是医疗险啦 或者是常勘险啦 或者是这个年金险 那我觉得这个政策 目前在台湾的这整个国情来讲 事实上是很贴切的一个政策啦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现在这个国人的平均余命一直拉长嘛 那这个拉长代表就是 你退休的经济的准备就要越来越多 那再来加上就是说 越来越少子化 那同时呢 就是说这个不婚的这个比率越来越高 所以就是说年长那一辈要依靠这个 年轻的这一代来奉养 这个也越来越不可行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如果把你过去所累积的这个保单的保价金 用来作为就是说把它转换之后呢 可以提升你的老年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品质的话 或至少维持到一定的水准一定的品质的话 我想这个是很符合目前市场上的一个需求了 那不过就是说保单活化要有三个原则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契约转换的时候要公平合理 那这个契约转换公平合理所指的就是说 转换的时候呢是用旧保单它的保价金 作为这个新保单它的价差的这个计算的基础 那同时呢就是说这个保护呢在新保单的时候 它的费率啊是根据它当时投保旧保单的时候 它的投保年龄来做计算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符合这种公平的原理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转换的时候呢 这个权利义务呢必须要充分的说明 那这个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说你的资讯揭漏要非常的透明 那同时呢保护呢它可能也需要做一个适合度的评估 那保险公司呢对于就是说这个前后保单 新旧保单它的利益呢 应该要提供一个利益的比较表 那让保护呢能够充分的了解它的这个转换之后的保单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符合它的需要这样 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充分确保这个保护的权益 这是第三个原则 那这个所指的就是说 目前根据这个自律规范中间的一些规定 就是说那个保护呢只要它转换成新保单 它这个保险金还没有给付 在三年之内它如果说在进一步思考之后 觉得自己还是适合旧保单 那可以在这个三年之内保险金还没给付之前 就转回去它的旧保单 可以转换回来 所以应该要符合这三个原则 其实现在保单活化已经变成是一个很重要很热门的议题了 不过呢是不是要请教郝老师 如果从保护的立场跟保护的角色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议题呢 比如说你原来有的授钱保单 保障是多少 那这个保障当中有没有超过你的需求 那有超过的部分有多少 那有多少的部分可以拿来去做转换 然后第二个就像刚才邵老师讲的 这个转换过程当中 这个转换的比例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这也都要去思考 然后第三点 当你去做转换的时候呢 那原有授钱的保单这一块的保障 是不是也符合你当初的预期 那如果这些东西都符合了 那你就可以适度做一些保单转换 毕竟人生涯过程当中充满了风险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许以前规划的部分当中 恐怕又要重新再去做规划 那我们就不妨重新再思考 下一场要怎么去演 对 说真的 就好像打棒球打到第七局 可能后面局势有变化 我们就要做重新的思考 对不对 真的像这样保单活化 就可以更符合我们一般保护的需求 对不对 好 我回去我要好好地规划 我要退休生活了 我们今天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以前人的寿命短是一种风险 现代人的寿命长更是一种风险 真的 假如说我现在65岁退休了 那女生的平均年龄现在是83岁 我大概还有20年 这个到底生活要怎么过呢 这个彭教授 我在这边提倡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所谓的双保障 我们的保障不是只有 针对死亡或残废 另外还要好好地规划自己未来 就是所谓退休生活 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针对今天的主题 还有三位老师 是不是也给我们做一些 简短的结论呢 两年前 台湾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年金改革 其实也是一个震撼 所以慢慢慢慢 大家开始要注意到 自己自我去做一些保障 所以今天的讨论当中 其实也告诉各位 如何自己从今天开始 规划自己后面的退休养老生活 是 那是老师给观众的建议呢 积极地为这个老年经济做一些 就是说提早的这个准备 那看起来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一件事情 更何况我刚才有说过说 年金浅其实是我们在做这个 个人的这个资产配置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是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纳入 我们的资产配置中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下方 这个长寿风险给锁住 所以应该是一个值得 好好去深思的一体 王总监 我觉得年金规划 已经变成是我们 未来退休生活中间 不可或缺的一环 不过也不只是只有年金 因为我们知道说 要建构一个完整的 所谓退休网 除了年金固定的给付之外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受险 甚至说所谓医疗险的 这个完整的搭配方案 才可以变成是一个 完整的这个退休网 那另外提醒大家一点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既然你是要固定保本的话 你的利率 就会是利率 或是报酬率 就会相对比较低 千万没有那种 保障又很好 然后又利息又很高 这种保险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 今天真的是上了宝贵的一刻 我回去我真的要 好好地规划我的退休生活了 确实啊 这个乐活退休要及早规划 永保安康 精细幸福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